北京时间9月3日,针对下场欧冠的主场更换问题,天津全线俱乐部在官微上表示,教下只要是中国土地,哪里都是主场。 全线俱乐部表示,接亚族联通知,2018年9月18日,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,天津全线与鹿岛鹿角比赛场地,正式确定一地至中国奥马奥体中心举行,非常遗憾不能在天津进行这场关节比赛。 但脚下只要是中国的土地,相信到哪里都是我们的主场,过去的这段时间已已经反复说明,天津全线从没有被意外所击垮,俱乐部羽球队将尽快调整,全力为在中国澳门打好这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。 此前,亚族联华邦宣布,全线迎战路到路角次回合比赛将在澳门进行。